那他最多的情况 就是在我们刚结完婚度蜜月的时候 那是他最多的时候 那时候的情况就是 我们就订了去西藏的机票了 然后我们当时零出发的前两天呢 旅游社就打电话过来说 要取消这个团了 因为疫情原因建议我们都不要去 可是我老婆嘛 好说得说她不听 她又找了当地的地阶社 但出发前一天 那地阶社也打电话过来了 也是说疫情原因建议我们不要去 那不是去了呗 真的去了 然后去到当地之后 短信就来了 就提示我们说 要在当地逗留十四天一个隔离 要不就是24小时之内返回当地 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买那些机票 就补签那些东西了 就也损失了一笔钱 飞了一趟西藏是吧 对 为什么非要这样的姑娘 我和她不是新婚吗 度蜜月 就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然后我和她就是沟通好了 呃 就是两个人一起去西藏 这个是她也同意的 然后后来吧 就是遇到了很多阻碍 但是我觉得就是 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克服的 而不是她一昧地去埋怨我 我觉得这些是可以避免的嘛 经过了这么多的阻碍之后 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案 去其他地方也好呀 那别人是游车 游一天公交 我们是坐飞机游了一天 什么也没干成 还损失了好多钱呢 到拉萨的时候 有些人坐飞机上去的朋友 会有一些高反 你们有高反吗 高远反 高反这事情真的是有意思 我们当天晚上就 搞那机票搞很晚了 功课就没做足 就关窗户 开暖气 睡觉了 到早上的时候 我们是被迫醒来的 就脑袋晕晕的 一想肯定就高反了 互相参扶地去了医院 然后完了 我老婆说 这事还挺浪漫的 是挺浪漫的 是挺浪漫的呀 西藏本来就是一个 挺纯洁的地方 就算是咱们 飞机上一日游的话 也不是看着 就是万里高峰 下面有那个高原高山的 不也挺浪漫的吗 事过了就过了 对吧 蜜月之旅嘛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